好 不好意思 利他能要被公開 因為現在有一些新藥 像利他能它也有長效劑型 那個吃比較方便 而且副作用比較少 然後現在還有一種就是說 就是說這種神經刺激物成分的 那種就不太會影響持育 有新的藥 所以如果吃利他能不行 副作用太大的話其實也考慮 是不是換別的藥 還有就是說有的時候很多小朋友 是剛開始吃的時候反應會比較明顯 那過一陣子以後這些副作用也會消失 基本上他還是買安全的藥 我們是可能剛開始吃反應明顯 剛開始吃都會 爸爸就那個了 可是你要走另外一條路 大人非常的辛苦 希望利他能吃到一半 剛剛美人不是說家長很多去退藥嗎 吃到一半然後退藥就沒吃了 這樣有影響嗎 其實影響不大 因為那個藥大概就是 你每天吃每天有效 第二天不吃就沒有效 而且我們就是 你有吃藥的老師就不會打電話來 對 不說不要這樣 你這樣也不會夾吃 你這樣也不會夾吃藥的老師一定打電話來 對 因為很多小孩 他其實可能是處於多班不足的狀態 所以你有病的小孩 給他補充一點的話 他就正常注意力就集中了 可是沒有病的小孩 你再給他吃的話 也許那個多班就太多 也許就會造成一些比方說睡不著覺 或是有很多其他數據出來的狀況 就是我剛剛講 你一定要醫生看過 然後認為你需要用藥 你才能夠用藥 加上不要自己想 我也擔心今天講完之後 大家覺得說 哇 這麼好 我們也拿這裡來吃看看 不行 你要醫生給你看 他有經過一套很完整的評估 其實我一直想要吃看看 尤其你剛才說會食慾減退這方面 我想說今天晚上就來去騙三合 沒有 其實我覺得一直很有意思 你食慾減退騙三合 你的意思是說 又可以減肥又可以變聰明 他說吃了以後會食慾減退 對不對 所以可以減肥 然後他又可以提升注意力 我覺得你吃自產藥比較快 自產藥也不會 那就是其實這個藥為什麼在國外 或者在影集會寫說 由成人去吃 或者甚至拿小孩的藥吃 也就是一直 我一直在想說 有一個領域的藥未來應該是明星 但是到現在 大家還沒有真正麻那個 就是大家都想要有聰明丸 不論你是大人或小孩 你都很想要聰明丸 像我以前無所不用其極 但都沒拿到 就第一個我想說 第一時間你要跟我說 我跟你說白優姐 白優姐那個血清素上來 你人個人嗨 讀書效率也好 我說真的嗎 真的嗎 然後我就一直想說 好 所以如果月考前 一定要拿白優姐 後來沒事 因為沒勇氣嘛 怕後來變很嗨怎麼辦 後來第二次他們說 中藥 我告訴你中藥有效 天王補心丹 這個補心丹吃下去 記憶力會變好 這聰明丸 我想說補心丹明補心 他們說不然六位帝皇文也可以 就是很多的家長都在打聽 到底有沒有東西 可以讓他變聰明 到這個時候 這個要出來的時候 然後開始 真的因為他太明顯了 有些小孩很明顯 他的專注力提升 因為小朋友老實說 學習 我不認為大家智商有差太多 就是你專注 和你學習的模式 適不適合你 當你找到一個很適合的模式之後 你就突然間 你就會發現小孩開竅了 因為他就是找到方法了 所以很多人就發現 專注是一個小朋友 讓他學習效果 很好的一個方式 所以他開始說 這個很好 是不是也要用 就到底這些 你們剛才都講 真的 因為之前甚至人家說 做一個調查 我記得是Nature在幾年前 他們有去問一個東西 就是說 問這些科學研究的學者 或他們實驗室的人員 你們到底有沒有人 偷偷在用這些藥物 結果真的有 有兩層 真的 對 然後其中用的最多 其實就是這一顆藥 就是這些總是中生神經的 這種叫Misuse 這個叫Smart Drugs Smart Drugs在國外 很多人 尤其是那種壓力很大的 什麼長春藤民校 還有哈佛醫學院那些學生 很需要 因為他們競爭的很厲害 那Smart Drugs有一大堆 利他人是其中之一 還有一些就是說 我們什麼 改善腦部 血液 那也有人覺得說 抗憂鬱有幫助 或是說有一些什麼營養成分 很多耶 你去網路上找Smart Drugs有一大堆 一大堆都吃得補腦 這樣吃甘肥會出事 這樣一定會出事情的 因為事實上 你本身的一些這種 神經傳遞物質 剛剛講的是多巴胺 其實是足夠的 你再給它刺激更多 你會太興奮了 就會睡不著 對 而且所以焦躁不安 而且甚至會高血壓 其實你的記憶力不見得上升 因為事實上 它本身都 讓你腦部不是正常在硬性 以前我們醫學生 有的為了考那個考試 怕被蕩掉 有人去吃這個 吃一吃還是一樣蕩啊 一個禮拜都沒有睡覺 經驗得真好 問題在你有沒有把書讀完啊 得通啊 你要多巴胺不足的 你去把它補到足才有用 你本來足的 你弄太多 那只有壞處而已 睡不著覺 我們今天也要跟大家解開 就是台灣的健保景物 為什麼快掛臺 因為虧損這麼嚴重 答案出在這裡 什麼啊 這是我們今天有一個來賓 他的這一個 那裡頭大部分都是保健食品 你有補腦嗎 我藥還沒有在裡頭 藥還沒有在裡頭 因為坦白說裝不下去 燕麗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為什麼你會吃鮮桃牌 沒有鮮桃牌啊 雖然我看起來是A沒有錯 但我沒有鮮桃牌 他就是大奶寶啦 沒有 裡頭就是有B群啊 有葉黃樹啊 有血定啊 然後有納豆啊 然後 妳是家裡面很多藥的 我跟我現在兩個人 那這個就是我跟我先一起吃的 藥箱 對 那就是用防潮箱裝著 一般人的防潮箱就是裝什麼相機什麼的 那我們一剛開始也是因為 我先有一台還蠻昂貴的相機 Sony的相機 然後想說要好好保存 結果後來發現說 放相機也沒什麼用處嘛 那不如就放藥比較實在 防潮 對防潮 那妳本身是吃很多藥 對因為我身體不太好 從小提露多病 然後最近又特別衰 因為滿39歲之後的隔天生病 生到現在 所以我都覺得 我真的吃藥吃兩個多月 沒有一天有停止 然後我就一直跟別人說 請這個 就是我現在都是40歲 我再也不成功39歲 直接跳過悲慘 所以妳乾脆不要稱自己39 對所以直接跳過悲慘的39歲 這民間真的有 你有沒有發現很多歷史人物 什麼文天祥 岳飛什麼 他們死的大概都是九字頭 39啊什麼幾九 過不了 過不了 所以我們都直接跳一歲就好了 真的喔 好啦40啦 觀眾朋友現在我只好看不出來40 妳一個月花多少錢啊 花多少錢什麼 買藥 其實因為我剛好有一些同學跟朋友 是在藥廠上班 所以我幾乎都可以拿到員工假 非常非常的便宜 藥都去拿員工假 妳是拿多少 沒有啦 因為剛好就是有任性嘛 那對啊 像醫師他們自己也可以拿到員工假 所以我聽過一個是藥物用 吃藥吃太多 多到藥物中毒又進醫院 有可能 這個繼續換另外一些藥物 最近有一個研究很有名 就是那個調查中南部 什麼地方洗腎最多 結果發現是地下電台賣藥多的地方 洗腎就多 就是吃了太多那種宣傳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藥 然後裡面說是中藥搞不好又有西藥成分 結果很多人都吃到腎臟壞掉就洗腎 那很多都是那些在補充 對 這開始變成黑藥丸的一種 對 吃了都麵糊壞掉 然後食慾大張 對 隨時身體都變壞 可是因為他一開始都覺得有效 因為他看他三個都三個都自己說 腳痛到要死第二天就八起來嚇我 對 因為他真的就是很喘 真的啊 有些是家子胖藥 然後就你知道嗎 上次就有一次很慘 就是像他們 消炎者胖藥 比如說國建局或者他們做藥事處 他們會去每年去說幫你家體檢你的醫藥箱 或什麼 結果他說有的你知道嗎 有的阿嬤的房間開了 整個都是地下電台的藥 所有的櫃子所有那個真的很多 然後他說你買這些幹嘛 他說沒有辦法 但我跟你講重點是 這些電台的人他們真的都很關懷的老人 有時候老人是因為寂寞 他就是打電話去聊天 我有觀察過那個地下電台 他們好厲害 打電話說你是三重的林太太 現在麥酒有好嗎 你頂部拿什麼什麼什麼 麥酒現在有好嗎 他說 我告訴你 我最近感到吃了一頓 他說你暗君子 今天生生的問題有解決 我說 我是要打電話給他感謝 我覺得什麼都會 就是你覺得他對談 你一進來他就知道你是誰 然後他知道你有哪些毛病什麼 然後他就覺得你真的太重要 都知道 然後就是假 沒有有些是假扣 有些是假扣 但是有些真的 然後他們就會繼續買 不停的買買了一整個藥櫃就算了 他們現在還有 甚至還可以辦那種連環活動 就是說 帶他們一起出去玩 遊覽車幾輛這樣出來 就是他們是一種變成是一種 聯誼活動 因為我沒有這裡沒有 大家是在這裡 聯誼活動 通常就是說 都還有送贈品 是不是 這次送麵皮 會送什麼毛譚 上門買就很高興 問題是都不知道這些東西 其實沒有一種 要是吃多了不會出事的 真的很可怕 還有一種狀況就是去靜香 因為像我婆婆她很喜歡靜香 然後她去靜香之後呢 在遊覽車上面就會有那個 導遊或者是藥廠的人跟他們宣傳 然後就說這個藥多有效 然後通常只要有一個歐巴桑 歐利桑買 就會帶動整車人一起去買 所以林主任你沒有查過 這種藥的成分 其實有些出問題都會到 都會到我們這邊來 當然它裡面有些是有毒素的 有些是像是消炎止痛藥 加在裡面 你吃的都不痛 久了腎臟就壞掉 有的是過敏的 當然有一部分是藥物交互反應的 因為你吃太多各式不同的藥 就產生一些不良反應出現的 所以 但多數是那種腎負擔太重 對 肝腎負擔都會很重 其實是讓這些 像豔利都吃保健食品 也會造成腎臟負擔嗎 當然也是有可能 最多一天可以吃幾顆 吃百五顆就好了 其實以我的觀點 最好是均衡飲食 充分睡眠 還規律的運動 這樣是最好強生的方法 因為這些人家正是對我們的免疫 對我們身體是最好的 其實吃藥不可能帶來健康 現在目前越來越多的研究報告顯示 不管你吃的是維他命E 還是液酸 還是甚至說 所謂抗氧化維生素 這些大規模的一二十年幾萬人 幾十萬人的一個研究出來 都是沒有幫助 而且甚至有害的 像胡蘿蔔素會增加癌症